第二个问题 如果经常梦见同修 是不是梦见不一样的人 也代表自己的修为的水平 比如经常梦见好的 修得很好的同修 说明自己最近的境界和他们差不多 梦见修得不太好的同修 是不是也说明自己最近修得不太好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有道理 实际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当你在梦中都能梦见好的人 实际上你的境界就是高了 如果你能梦见观世音菩萨 那肯定是你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接近 比方说你们今天能够跟台长接近 整天跟着台长 说明你们都是有修的人啊 不好好修的人 他怎么会跟着台长出来修呢 对不对啊 所以梦中梦见谁 的确对你是很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说经常跟好朋友在一起 跟修行好的人在一起就经常能够梦见他们 所以这个是成正比的 谢谢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我们新西兰共修会一定 共加精进学佛 努力弘法 广度有缘 期待恩师今年11月初 再次驾临新西兰 期待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前来新西兰祝园 再续佛庭 谢谢大家 谢谢师父 我们说新西兰他们共修 主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 好好修 来